政治焦點要來關心到 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上節目專訪怒嗆說 國民黨被台灣哪一個議長不是黑道 這番言論傳出了跟他有私交的台北市議長陳錦翔是相當的不滿 今天柯文哲坦承地圖炮開太多了 也澄清陳錦翔很熱心不是黑道 在中午的時候更是臨時增加行程 到了陳錦翔的競選總部 遭到解讀說是親自登門道歉 承認那次地圖炮開太多了 其實我們陳錦翔議長還蠻熱心的 他不是黑道 澄清再澄清 就是因為柯文哲日前跟五黨籍苗栗縣長候選人 中東景同台被形容是黑白配 讓他氣得上節目專訪直接怒嗆 北台灣哪一個議長不是黑道 引發嘩然 傳出被柯文哲地圖炮 掃射到的台北市議長陳錦翔相當不滿 都是你們記者一直打電話去騷擾他 他辦公室外面做一大堆記者 他就覺得他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受不了這些記者的騷擾 不只澄清 柯文哲中午臨時加了不公開行程 到陳錦翔競選總部遭解讀是親自拜訪致歉 沒有什麼不公開的 主要是在明天他競選總部要開幕 剛好我的明天 那個時辰不在也沒有辦法參加 所以先去看一看 我覺得我們不要把民家貼標籤 選舉就回歸政府 那每個民眾都去看看這些政治人 他們的過去現在跟未來 我覺得不用特意去把什麼東西牽在一起 柯文哲快人快語就回憂出狀況 在敏感選前時刻忙補救 就怕政治效應 搏擊自家民眾黨損勤 記者分享楊文豪 林鴻 台北長報道